這個總表的分割是希望按照月份來分割 分割的方式 不過特別注意我剛剛看了一下同學的那個問題 可能就是說向下追蹤的時候 最好就是說你跑的時候 最好就是說按F8 這個F8 租航去跑 因為像這種比較跨工作 就是跨 不同的工作表 經常就是只要你工作表名 就是沒有加的話工作表的那個名稱沒有加在前面 那最後得到的 數量也不對 那當然最後得到的結果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邊按F8 然後邊跑 比如說 當然第一個我剛剛看了一下這個地方你沒有加這個總表的向下追蹤 所以它變成你跨了新增的工作表 那這個總數呢就不對了 OK那當然最後會造成你那個 後面的結果也會出錯 那比如說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把篩選結果 比如說總表的地方把1月找出來 那理論上我們call的時候就是call 可能連兩位名稱一起call 那如果你只需要call這個的話也另外可以用別的方法 一樣 只是說追蹤的話 我們如果從A2追蹤Ctrl向下 它會跑到裡面去 所以我建議是可以講 Ctrl向下 從 A1開始向下追蹤 所以這裡的話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追蹤的點 那這邊我是建議你這邊可以再 增加一個 R2 你不能用這個 因為這個追蹤道的話是24 也就是總表裡面的總數 那如果你假設用那個R去 去call資料的話 那變成底下所有資料都會call過去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是在增加一個R2的一個 一個變數 然後讓他向下追蹤 那理論上我看一下結果 如果 答案是對的 比如說我就是R 就第二列的地方 那我就再把R2給 加過來 讓他可以call到目前這個 R2的話目前是 2也就是A1到D2 所以就是這個範圍的資料 OK那理論上應該是沒有錯 那就可以把它call過來 我是建議你可以逐一個逐一個 那最後當然就是可以再把 這個再加一個自動難寬 把它調整一下 然後呢 這邊的話我是有加了一個 取消篩選 因為如果沒有取消 這個取消篩選 這個要不要加 應該是可以 可以再斟酌 我把它取消回來 讓他恢復了 OK 然後讓他繼續再去找什麼 找下一個月份 下一個月份的話呢 那這裡因為我是 讓他向下追蹤 所以這一樣是24 那剛剛你這個程式裡面沒有加 工作表名稱 然後變成1048576 那就錯誤了 然後所以就再去篩選 那一樣呢就是篩選2月份 不過你這個篩選的條件 也還是要改啦 因為你這個條件永遠都是 這個 2015的1月1號 那當然永遠都1月1號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這個數字 就是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吧 OK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串在裡面 NDND 然後把它加一個I 也就是說拿這個 I 去做變化 然後這個2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I加1 比較好 OK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這個 這樣篩選到的話 就會是 我們一樣的條件 OK 然後把它篩選 理論上應該找到 I目前應該是2嘛 所以應該是2月1號 到3月1號 OK 然後所以2月1號到3月1號 看一下結果OK 沒錯 所以呢我們一樣就是把資料 把它追蹤 理論上這個R2應該是等於2 等於3 總表裡面 向下追蹤 跑到這裡來OK那沒錯 應該它是第3列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cull過來 所以cull過來 結果應該 也連第2列的東西 也cull過來 所以 那這樣子的話變成說 我這個範圍可能要 改一下 那上面的兩個名字 也許啦剛剛比較會有問題的 大概就是 這個 這個 總表的 工作板名稱 跟什麼呢 跟這個地方 月份 你必須要去修改 最後的話當然就是 可能這個要改 可能要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說 只cull這一列就可以 然後上面的欄位名稱 也許就是 用範圍的方式cull過來 這樣一個一個就可以把它全部 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個也許請 這個 剛剛同學 再試試看 OK 那細節我再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再稍微 稍微改一下cull的部分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 理論上應該也是 可以很順利的把之前講過的東西 再把它加進來 OK 那 細節我想 我們之後再 慢慢再看好了 所以這個改成4 我是建議就是說還是要組行組行去看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剛剛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除了說我們可以兩個 同一個 同一個 欄位 業務可以找小咪 或老王之外 那如果說我要跨工作表的話 比如說我要什麼 業務 跟那個 產業別 假設我要找什麼 小咪跟金融業好了 小咪跟金融業顯示其他表顯示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小咪跟金融業 同時出現的話 那這裡的話當然 一樣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 範例 也許先把它打開一下 這裡我先把它關一下 好 接下來的話 其實就是拿剛剛這個 來改比較快 所以我拿那個剛剛篩選業務 這個 乘2 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來改 拿這個來改 所以你們也可以拿之前的範本 我建議如果你做好 你也許可以拿範本 然後將來的話 直接 去 做修改 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篩選什麼 業務 和那個什麼 業務跟 產業別 所以這邊的話 業務然後 加一個 產業別 OK 所以一樣 第一個是什麼 業務 第二個產業 所以 x的話 是 業務 第2的話 請輸入 Input 就是 產業別名稱 所以 放在Y裡面 那一樣 這個房呆剛剛已經改了 所以 業務 產業別 然後底下的話呢 我們的 名稱 也叫做 什麼 比如說 小米 金融業 所以中間加一個 M的符號就好了 所以也不用再加一個 什麼HAN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改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在這裡 就是 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兩個條件 所以請你把 這個Y 什麼XLO 豆點Y 這把他Delete掉 留下3 跟X 請你Editor一下 特別注意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那Y怎麼做 請特別注意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話 請特別注意 請你要加第2個Filter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 兩個欄位以上的條件的話 那請你在這邊 下一行 再增加 一個 篩選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上面那個是第1次 第1個欄位篩選 下面那個是第2個欄位 比如第4欄 的第2個條件篩選 當然 特別注意 這個Filter本身 後面的這一欄 你也可以兩個條件 OK 最多兩個條件 那當然這個地方也可以兩個條件 不過目前我們不要做那麼複雜 我們就 多增加 一個 Auto filter 讓他做第2次篩選 那篩選完之後的話 一樣就把它摳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我只要改了幾個地方 如果你要破不同的欄位的話 主要 就是第1個 名稱改一下 比如說增加一個產業別 第2的話 就是說 多增加Y這個條件 其他這邊都造就 最重要的是 把那個 Auto filter這邊 再增加一個 Y的篩選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 我們要篩選 的 多 欄位的篩選 OK 那當然 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第3個欄位的篩選 可以啦 你就再加一個Auto filter就好了 OK 理論上兩個已經算多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結果 OK 所以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篩選業務跟產業別 然後執行 然後我假設要 找到什麼 小咪好了 OK 在這邊的話 第一個 請你幫我找小咪的 相關的資料 另外的話你順便幫我 他的跟金融業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可以細部做篩選 然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小咪跟金融業是不是出現 小咪金融業 小咪金融業 所以你會看到 假如你要找 某個業務人員 他的 跟哪個公司的 相關的交易紀錄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把 資料 全部找齊了 不然的話呢 以前你可能要篩選 小咪的 然後再從小咪再去篩選 這個 金融業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多一個步驟而已 所以如果 假設你今天呢 希望 可以兩個欄位 或者兩個以上欄位的話 那關鍵地方就是在這裡 OK Auto filter 後面再增加一個 Auto filter 就可以有第二個欄位的篩選 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就是在練習看看 所以剛剛 我們主要做了幾個練習 所以這邊可以批次刪除 那當然我們就是 這邊是上個禮拜的 那今天的話主要做什麼 總共有 用共用SAP做出篩選業務 產業別 篩選產品 跟篩選 客戶名稱 另外的話我要多做了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兩個業務 然後呢兩個 欄位 所以這邊的話一個是什麼 這個篩選業務 X2 這其實就是兩個業務 然後另外的話一個是什麼 就是篩選業務跟產業別 跨不同的欄位篩選 這個是同欄位的兩個條件 這個是不同欄位的兩個條件 欄位的篩選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 今天講的部分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就是 再換一個 題目來練習 這個題目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從那個 我們的第 五個單元 裡面就可以找到發力檔 台北市的實價登錄 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也是從那個官方 其實是從那個 各位可以從Google裡面搜尋那個開放資料 那其實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你就有非常多類似 像這樣的一個 資料可以拿來練習 那你可以點擊進來之後 這邊可以輸入什麼 輸入實價登錄吧 我看一下實價 不過 他這個是不是有一些液體字 還是實價登錄 他居然沒有 看一下實價 看看 還是說 有 然後呢 你可以找 實價登錄 進階可以找內政部的 因為內政部的 資料是最完整的 OK 實價登錄 在這邊 不過 實價登錄 OK 那你可以點擊實價登錄之後 其實他這邊 最底下就有個連結 這個連結其實就是 連到那個內政部 的那個官網 其實他好像沒有說全部 一個檔案就全部 通通在一起 而且他是一個檔案裡面還分成好幾種格式 那我下載的話是下載 X 就是Excel的格式 那其中因為這個全國縣市這麼多啦 所以我只有抓台北市的 好像台北市的不動產買賣而已 其他這個預售屋啦 不動產的 租刃我是沒下載 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像有剔除掉一些欄位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在那個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台北市的實價登錄 試試看 也許你可以再練習一下 我看一下Ctrl向下 900多筆 那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 先大範圍的批次 篩選 比如說我要按照區 幫我做 篩選的話 那這地方該怎麼批次 比如說按照 哪一區 每一區 文山區 中正區 然後呢 萬華區 各區 把它做 不同的批次的話 這個怎麼做 然後批次刪除掉 另外的話 其實還可以 把它 再個別的篩選 那個別篩選的話 比如說我可以針對什麼 針對某一區 或者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他的標的 或者針對地址 不過我覺得 這邊的話呢 我是建議 就是這邊可以做一個所謂的 關鍵字查詢 另外的話還有交易年 年跟月 但是交易年跟月的部分的話 其實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他這個資料 其實是數字 因為靠右對齊 但是他這個年呢 又是民國年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兩個 欄位資料 欄位資料 可以再 插入一個欄 讓他產生 像是西元年 或者西元年的 月份看要不要切啦 主要是年的部分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建築完工 這個也不是標準的 然後總價部分 也是一個查的 一個標的 所以 總價甚至你可以 可以 把它 做一個 Range的區 比如說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 查詢條件 就是 查詢總價 的區間 是多少 價錢到多少價錢之間 幫我顯示出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 試試看 把剛剛 我講到的這個範例 這個練習題 也許先練習過 然後待會我們 再來看 另外一道題